上期简单介绍了露娜的技能机制 通过被动标记处的月光印记 在大招释放中连续触碰 不断大就可以无限飘 那么技能要怎样衔接才可以把伤害打到最满 并且给自己留余地 怎么合力地借助野怪小兵 甚至是对面前排坦克遮跳板 实现超远距离的击杀 所谓月下无限连 就是冷却点满的情况下 在每次释放技能时穿杀普攻 无限刷新大招 形成月下的涌动机 连招为A2A3A1A3无限时环 进入实战前 你们可以在训练场都练练这套连招 先保证期间不会断大 慢慢形成肌肉记忆 那么实战连招的话 你们不需要死尽一杯 只要记得哪种情况用哪套连招就行了 我大概总结了一下 三种情况足够用了 远程的抓人连招 E3A2A3A3 看到敌人时 先E3技能无缝衔接直接凸脸 最后补上平A打出小无限连 最后大招拉走 深藏公余名 进上的连招 A2A3 E3A3 先平A与敌人贴脸 接上二技能控制 A大招拉走 在E3回头 A继续拉开 这套连招不给对面反应的时间 巧妙躲掉敌人的伤害的同时 打满伤害 当然 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 不用大招拉出来 直接贴脸无限连也是可以的 作为一个老怒拿 一定要养成没是A两下的好习惯 这样在每次进场时 只要A一下就可以触发月光应急 对顺息万变的小狗战场 不仅节约时间 而且还能省一个二技能 消耗性连招 AA E3A3 看到点月时 原地空A两下 在E3突进 平A触发月光标记后 就可以直接大招拉走 要是碰到紧接的情况 没有办法提前A两下 也可以用二技能触发月光标记 连招 E323 并且二技能有聚龙的效果 和护盾加持 最后不论是大招拉走 还是留下继续作战 都是看个人的选择